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相信昨天很多人都见证历史了 是吧? 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终于公布了 今天咱们加一些视频 准备以问答的形式做一个基础性的科普 我收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 下面为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照片当中的黑洞来自哪? 大家看到的这张黑洞照片并不是上期视频中妈咪叔预演的那张 2017年世界望远镜简称EHT 其实它选定了两个黑洞作为拍摄目标 一个就是银河系中心的黑洞人马座A星 距离我们是2.6万光年 质量大概是400-450万个太阳质量 另外一个候选黑洞是位于氏女座方向上的M87星系中心的黑洞 它的质量是65亿个太阳质量 但是距离我们大概就是5500万光年 也就是光走过来要5500万年 这两个黑洞都算是超大质量黑洞了 这次公布的黑洞照片就是M87星 所以理论上你看到的可是它5500万年前的样子 照片当中的黑色中心就是黑洞的阴影 周围红色的光环就是吸机盘辐射的光线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离我们更近 却不公布人马座A星的照片呢? 其实这两个黑洞在视角上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反正都很小 M87星会更小一些 但是由于我们并不能直接观测到黑洞本身 你只能通过黑洞引起的一些现象间接的去观测黑洞 就比如说黑洞世界外围形成的吸机盘或者喷流现象 通过这些来观测 那M87星整体上就比较活跃 因为质量大嘛 所以现象就更加明显 这样对于数据的成像效果就更加好 而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A星相对来说就没有M87星活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处在银河系的银盘上 所以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虽然更近 但是它辐射过来的光线也更容易受到星际气体的散射 气体对光的散射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这点上M87就更加优越了 因为M87星系整体上包含的气体很少干扰就会很少 第三个问题 它为什么长这样 关于黑洞的历史型介绍还有一些基础知识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上一个视频 我默认大家已经看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这里边可能大家有一个误具 就是说照片当中的黑色区域就是黑洞的实践世界吧 其实还不是 黑色的中心是黑洞的阴影 我们说实践世界这是理论上计算出来的数值 但是对于静止的黑洞就等同于史瓦西半径 也就是说在史瓦西半径处的逃逸速度需要达到光速 所以只要进入到实际面就连光都逃脱不了 就会瞬间被吸入到起点里了 但是往往在不同领域对于世界的定义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在史瓦西半径以外的物质就能够看见 所谓吸击排就是黑洞周围的一些气体物质 它们是有质量的 首先有质量逃逸速度就不可能达到光速 所以对于这些气体来说它们的世界就会比史瓦西半径要大 大概在5倍史瓦西半径左右 对于旋转的克尔黑洞会稍稍的小一点 就这些气体进入5倍的史瓦西半径也就别想出来了 而对于平行光来说也会有一个区域 它会恰好使这些光线围绕着黑洞在这转 就是我也不会被你吸收到起点 但是我也跑不了了 就像地球的卫星一样一直转 也不会掉落到地球上来 这个距离大概在2.5倍史瓦西半径左右 理论上这个距离以内的光我们也看不见 而超过这个距离的光子虽然可以逃离黑洞了 但是由于强引力带来的引力红移效应 整体上亮度就会特别低 所以这就相当于是在黑洞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阴影区域 就是我们看到的照片当中的黑色区域 实际上它就是5倍左右的史瓦西半径 就是真实的黑洞半径要比黑色中心要小 具体看到的数值还与黑洞的自旋 包括观测方向都有关 而吸机盘为什么会发光呢? 就是因为黑洞的引力太大了 周围的时空是高度弯曲的 那这些附近的气体就会被黑洞所吸引 就像黑洞吃东西一样 在吸引的过程中引力适能就会转化成动能还有光和热 吸机盘是高速旋转的 速度可以接近到光速 温度达到数十亿度 正是因为这么高的温度我们才能够远距离的拍摄到吸机盘的辐射 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这张黑洞照片很模糊? 这个问题其实通俗理解就是大家说的分辨率不够 或者说黑洞在我们的视角里太小了 其实应该说是角分辨率 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A星的黑洞阴影的角直径 大概是在47-50微角秒左右 而M87星的黑洞阴影的角直径就是在37-40微角秒 什么意思呢? 角秒表示的是角度而不是时间 你就想象黑洞的上眼和下眼到我们这形成一个角度 人类的视角眼睛睁大点 在垂直方向上至少还能达到个100多度 我们把一度分成60份就得到了一角分 一角分再分成60份就得到一角秒 那微角秒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不是六十进制了 一角秒分成1000份是一毫角秒 一毫角秒再分成1000份才是一微角秒 所以这就相当于是站在地球上去观测一个放在月球上的乒乓球那么大 那怎么提高这个角分辨率呢? 角分辨率和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是射电望远镜的口径就是大小 另外一个就是观测频段的波长 口径越大观测频段的波长越小 角分辨率就越高 我们就能够看到更清晰的照片 那怎么增大望远镜的口径呢? 建造一个更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还是不够大 所以科学家就采用了慎长基线干涉技术 简称VLBI 就是我把多个射电望远镜连接到一起一同拍摄 这样望远镜之间的连线就相当于一个更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了 那我们在地球表面能够做到的理论上的最大口径就是地球的直径这么大 这次EHT就是世界望远镜 就是连接了全世界的8个射电望远镜 得到了一个相当于口径是1万公里的望远镜 这已经够大了吧 然后还得降低观测波长啊 当然这就得要求所有的望远镜能够在技术上实现 然后VLBI技术也得支持 所以最终就选择在了毫米和亚毫米波段 这次拍摄的波段是1.3毫米 正在向0.8毫米进攻 除此之外还得要求射电望远镜具有很高的灵敏度 这点在这次的任务当中致力的ALMA阵列功不可梦 总结起来就是在目前现有的能力范围内 你们看到的照片已经是足够清晰了 之后随着技术的提高人们观测的波长就可以越来越小 口径还可不可以再提高呢? 可以啊 地球太小了我就放到太空呗 这样口径不就更大了嘛 这些计划也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只是人类的一小步 但是我只要证明了这项技术是可以实现的 那后续就会有更多清晰的黑洞照片 这点大家放心 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这次参与拍摄的8个视点望远镜当中没有中国的FAST? 这个问题好像大家比较关心 我国的FAST视点望远镜坐落在云贵高原 2011年开工2016年落成 口径500米 这次没有参与拍摄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FAST的工作波段不是亚毫米波 FAST主要针对的是厘米到米之间的视点望远镜 再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 亚毫米波很容易被大气散射 也容易被水蒸气吸收 所以这次参与拍摄的视点望远镜 它的海拔整体上都比较高 你像这次的主力ALMA阵力 它海拔就5000多米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降低大气的干扰 其实我国大陆倒是有两个亚毫米波的视点望远镜 一个在青海 一个在西藏 可惜这两个望远镜不具备VLBI的联网功能 然后你想要组建一个阵列呢 最好就得要求所有的视点望远镜都在一个面上 这样就可以同时观测一个位置了 但是我国这两个望远镜的位置 刚好和ALMA阵列在地球上是相对的 ALMA在智力嘛 所以就没有中国的视点望远镜加入了 不过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的 而且目前我们也在组建自己的阵列 本次拍摄虽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8个望远镜 但是光有望远镜拍摄这也是不行的 还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处理这些照片 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工作者当中 就包括我国上海天文台的科学家们 所以要向科学家们致敬 200多位科学家艰苦奋斗了两年才有了第一张黑洞的照片 第六个问题 为什么这张照片洗了两年 首先数据量相当之大 2017年4月拍摄的时候 每个台站的数据达到了每秒钟32GB 8个台站5天的观测量达到了3500TB 10天的观测量达到了1PB量级 如果1GB相当于是一部高情电影 这就相当于是100多万部高情电影 一部电影按一小时计算 那这些观测量你一个人也至少得看100年 重点还不是像电影那么简单 科学家还得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包括制定一些特定的算法 所以现在是不是觉得两年已经很快了呀 第七个问题 黑洞照片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了吗?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 这个已经有很多证据了 这次只能说是爱因斯坦又对了 再得一分 其实在昨天的直播中我已经提到了 之前人们按照现有的理论已经模拟出了黑洞应该的样子 这张照片的意义就在于它肯定了模拟的结果 同时也肯定了广义相对论 咱们看到的照片和预言中的几乎是完全一致 还有一点就是 以往人们对于黑洞的性质还只能靠猜测 这个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我们猜测的人马座A星的质量应该是400-450万个太阳质量 一个太阳质量可是20乘以10的30千克 但是通过这个照片当中的黑洞阴影 这就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直接去测量黑洞的质量 这样误差就会更小 也可以让我们对黑洞的理解更透彻 这些都是它的意义所在 好 今天的问答就到这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我尽量的为大家解答 每周135B站YouTube微信公众平台不见不散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